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必须的 这是迈进围棋门槛的第一步 当我们走到第二步第三步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灵活的看待这些死活问题 比方说有些可以活得起我可以不要 有些棋子虽然很少 但是我们又必须要要 无论多么辛苦都必须要要 这个就是涉及到棋盘上的所谓棋子的问题 但是这不是我们这一次要讲的 这一次我们主要是希望 我和你一块能够共同的进入到围棋盘当中去 能够会下围棋 这个就是前两堂课的内容 现在这堂课主要要说的一个主题就是强弱 强弱就是棋子的强弱问题 实际上有的时候我就想学围棋很简单 甚至对于有些会下围棋的棋友 我也想跟大家说围棋水平的提高也不是很困难 陈毅元帅说了围棋叫做一学南京 那么我们经常对这个事的解释就是 你学会下围棋很容易 你围棋达到一定的水平 或者是相当高的水平也不是很困难 最困难的是什么呀 是成为马小春李昌浩那样的人最困难 那个是确实非常不容易 穷其一生也不见得能够做得到 可是呢学会和提高是很容易 如果不是很容易的话 那至少是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那么把围棋概括一下 它就是有几个大的原则 只要你随时记住并掌握它 那么你水平就一定 你就一定会就一定能够会下围棋 就一定能够水平提高比较快 有几个什么样的原则呢 很简单刚才已经说到了 就是大小生死就是死活 还有就是强弱 此外还有我们以后会介绍到的先后 就把这几组矛盾的问题 把它当成一个重要的原则 当成几项原则 来把它认识了领悟了掌握了 那么就自然能够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这么一个目标 那么这次呢我们要说到的就是强弱 这强弱顾名思义呢 就是棋子在棋盘上的强度或者弱度 强弱怎么样 那么如果把围棋盘上的这个游戏 或者说这个盘上的故事和军事相比较的话呢 有些地方是相通的 你比方说强弱就是相通的 你很难想象 在敌人有重兵把守的地方 你还要派你一只弱驴去进攻他 在军事上是这样 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他守着很这个战略要冲 他守得很好 那么你去攻是以卵击石没有用的 在军事上是这样的 在围棋上也是这个道理 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是一只弱驴的话 那么我就要想办法安顿自己灵活处置 尽量的要把退路留好 在军事上是这样的 在围棋上也是这样 所以呢 划分这个强弱呢 是判断出强弱 区别这个强弱的问题呢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呢 也是围棋进步的捷径 我也想说 这就是学会下围棋呢 也是一个捷径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 棋盘上棋子的强弱问题 是怎么样判断的 其实呢 最简单的方式呢 就是数数 就是123 就这么数数 看谁的子力多 这是第一条 谁的子力多 谁就强 一般说来是这样 比方说 黑棋先占了一个小木 这个我们在第一堂课的时候 就说到了 这个位置呢 叫小木 它的特点呢 是便于获取实地 对于脚上呢 控制的比较好 当然它有它的缺点 它的缺点呢 就是向中府的发展呢 稍稍慢一点 但是这个慢不是说 完全贬义的慢 是相对于 这个棋子在新位来说 它要慢一点 但这个话题就不展开说了 我们现在看看 如果走这个 白棋用某种方式来分角 在大场战完了之后 它来分角 接着下一招 黑棋来加工 好了 这强弱问题就已经开始了 就拉开了强弱问题的序幕 首先我们看 在这一瞬间 这个强弱 黑棋站了一只 也站了一只脚 白棋来分角 这一瞬间的强弱 这一瞬间的强弱 是谁更强呢 要是你较劲的说呢 是很说不清楚的 可是呢 我还是想说 一般来讲是 先站了一个地方的 这一方是比较强的 你比方说黑棋先站了脚 那么它就是比较强的 哪怕你来了 敌人来了 也是它比较强 除了它先站这个位置 是比较合理的 比较有力的之外 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呢 是围棋一人下一手 你下完了之后 就该人家下 所以当然是人家强 这边上也是这样 你说我如果站了一个边 接着白棋 无论下什么 无论你下在哪里 都是人家这一招棋呢 相对有力 相对强一点 但是这个没有附加周围的条件 你假如周围是这样 天空中有敌人的一朵蘑菇云 天空中有敌人的一朵蘑菇云 那么你边上站了一个子 人家随便走一个 人家走不走都是白棋墙 他走不走这个都是白棋墙 当然这个话题把它延伸出去呢 就涉及到围棋的所谓局部和全局的关系 个体和环境的关系 就会涉及到这些问题 这个当然就是在我们学会了围棋之后 慢慢去体会的 真是很有意思 有的时候围棋这个游戏呢 还和我们现在很时髦的所谓环保的问题 可以联系在一起 好 现在我们看右上角的问题 白棋站了脚 在这一瞬间呢 都已经是黑棋稍稍有力 敌我双方的对比是黑棋稍稍有力 更不用说轮着黑棋下 黑棋立刻到这一带来加工 这个呢 术语叫加工 用某一种方式 那么这个就数数就行了 你说谁强啊 很简单 数数啊 黑棋有一个子 两个子 白棋呢 只有一个子 人家是两个人打你一个人 你说谁强 除非你这个人是泰森 那当然是你强 但是人家这个棋盘上啊 一般来说 每一个棋子黑白双方 他本身的能量呢是一样的 在骆驼棋盘上的这个之前啊 他的能量是一样的 他当然也跟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呢 这也是一个区别 就是每一个围棋子 他的作用呢 在下下去之前都是一样的 不像这个国际这个象棋啊 他比方说这个帅或者是将 他是不能被人家吃掉的 一吃掉整个人这个棋就完了 他是有这个地位的高低尊卑的区别 围棋没有 每一个子呢 从理论上来说都是一样 既然是这样 你也不是泰森 他也不是普通老百姓 大家都一样 那么当然黑棋两个子 就比你一个子的作用要大 那么这个棋型呢 就叫黑棋强 区分的这个强弱 对我们下围棋来说有什么好处呢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我们在学下围棋的时候就知道 这个棋型下成这样之后 我们就知道白棋啊 如果我下白棋 我就知道 我这个白棋这个子是比较弱的 我比较弱应该怎么办呢 那当然我比较弱 我就现在我就万万不会想 我还要把你这个子吃掉 我还不要想 我也没有想把你这个子吃掉 这个就是所谓的蛇吞象啊 你蛇怎么能把象吞进去 人家比你强啊 所以你这个定位摆得很准确的时候 你就知道我现在应该做的 要么就是踏踏实实的 把这一个子安顿好 把这个子安顿好 小心翼翼的 一步一个脚印的把它安顿好 要么我这个局部 我得不到好的结果呢 我暂时不走 这就是所谓 这也涉及到一个说法 叫匹吉泰来 就我就拖先不走了 那么他一看到 他这变成三打一了 更强了 黑棋更强了 你呢就叫匹吉泰来 我反正或者叫破锅破摔 你随便三打一四打一 反正我不走了 你爱怎么吃怎么吃吧 这也可以 这个呢当然不是我们初学围棋应该 或者说比较容易建立的一种观念 不太容易 是在我们会下围棋之后 逐渐逐渐自然会领悟到的一种围棋当中的妙味 就是有些匹你不走了 随便他怎么吃 我都不走了 没事 但是呢 这根强弱问题 跟我们认识强弱问题呢 并没有什么矛盾 总之我就知道 我这个题呢 我不会有非分之想 我尽量把我安顿好了 让你成不了大空就行了 成不了什么大空呢 如果我不走这个 你不是就有可能在这 舒舒服服做成一块空吗 那么我走了这个 你这个空做的没那么舒服了吧 或者很可能你还做不到呢 那么接下来如果照着最稳健的 最标准的定式来演变的话 将会是这样 那么定式呢 又是一个学围棋 必须要了解的一个名词 一个术语 就是双方认为 或者说经过历史的检验 认为黑白双方大体上互不吃亏的下法 这样的下法呢 这样的变化结果呢 就叫定式 变化过程也叫定式 我们看白棋小心翼翼的走 那么黑棋呢 继续逐渐的施加压力 同时呢 给自己在这一代呢 形成一个小非的棋形 在这一代获利创造条件 白棋下一条棋呢 仍然是直直细细的想办法生根 因为我们在上一堂课 说到死活的时候 就发现一个问题 如果大家注意观察的话 就会发现 这个死活问题 如果说单纯就做活而言 也是先在脚上 生根比较容易 为什么呢 脚上有两条边 提供了天然的屏障 比较容易做眼 同时 其次呢 就是在边上 如果要生根的话 做眼又比较方便 最困难的呢 当然是在中府 为了复习一下 因为我们说到这个控制围棋盘上的地域 控制这一块地啊 在什么地方最省事呢 在脚上 给大家画过示意图的 那么什么地方次之呢 是在边上 因为边上有天然的屏障 脚上呢 是有两条天然的屏障 在中府呢 没有任何依托 没有任何依靠 只有这个自己硬生生的去唯控的话呢 这个效率就不高 那么作眼也是这样 你看脚上要作眼呢 这样就是一只眼 这个我再把这个死活的问题复习一下 脚上要做一只铁眼呢 三个子就是一个铁眼 边上要做一个铁眼 我这个稍稍离蹄一下 也算是给我们大家做一个复习 稍稍离蹄一下 边上要做一只铁眼的话呢 需要花费五招棋 必须这五招棋都有 它才是一只铁眼 然后再看中府 中府要做一只铁眼 那当然就比较累了 它必须走成这样才叫一只铁眼 就是所谓铁眼 雷打不动都是铁眼 再做一只铁眼就是活棋 你看中府需要一二三 三四五六七 七个棋子才能为一只铁眼位 边上呢是一二三四五个棋子 一个铁眼位 脚上最省事三个子就是一个铁眼 所以呢 这个也是符合这个道理 符合我们所说的先脚后边 再到中府的道理 那么这个示意图画完了之后呢 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话题 这个话题就是照着所谓定式的演变 双方互不吃亏的这个演变 白棋下一招飞到脚上 一方面破坏黑棋脚上要成空的可能性 同时呢 为自己作眼创造条件 为什么呢 在脚上作眼要方便一点 而白棋呢 也借着对黑棋啊 白棋创造这个做活的条件 在脚上和边上 而黑棋呢 也借着这个加工啊 对白棋的威胁 还谈不上一本正经的进攻 它是一种威胁 一种欺负 黑棋呢 在右边就做成 自然的做成了一块空 这块空虽然不是铁空 但是黑棋的控制力已经很强了 就是说他下一步变成黑棋实地呢 已经指日可待 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定式 而白棋呢 分脚之后他也活了 他也算活了 好歹让你在脚上成不了那么大的空了 这样呢 这一个定式 在这个脚上 就算告一段落 那么双方都厌棋锡谷 可以不下了 然后再到别的地方再去下 这个就是呢 通过白棋分角之后 黑棋加工 那么双方对这个强弱的认识呢 他的一个演练 其实强弱问题呢 要说起来呢 也是 怎么说呢 就是强的一方 强的一方 他总是会有利益的 或者说他应该有一些权利 他应该有一些 获得利益的权利 但是他最终能不能拿到呢 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强的一方 他这个强是怎么得来的呢 是做了投资 做了建设 获得的这个强 你说这黑棋为什么强 他先战啊 这个脚先战啊 先入为主啊 可不是吗 那么他就应该有一些利益 如果在右上角这一带 黑棋强 他应该获得一些利益 什么利益呢 刚才我们给大家摆的这个所谓的定式 所展示的黑棋的利益在右边这一带得到体现了 本来是公用地带的地方啊 变成了黑棋的控制力非常强 极有可能变成实控的这么一块地 当然就是他的利益啊 那么这是黑棋的权利 他应该得到的 那么有些棋友就说那怎么回事 为什么你黑棋走 你就这就该得到一些利益啊 如果说他对于这个强弱有一定的认识了 也知道这个利益指的是什么了 他就要提出这个问题啊 那么我就告诉你 在这个角上 黑棋应该获得他的利益 但是呢 这并不是不公平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棋盘的另一边 在世界的另一边 白棋他也一定有他先战的角 他也一定有他应该拥有的权利 他能不能够把这个权利兑换成他的利益呢 那是他的事 要看他的操作 但是他有这个权利 这个就是认识强弱呢 我们从这个角度去认识他 当然还有别的权利 就是说我们单数数知道谁强 看谁先战这块地儿知道谁强 还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要透视 这个需要我们水平稍稍再提高一点 眼光再高一点 要透视这个棋形的结构 根据这个棋形结构的强弱 棋形结构的状况来判断强弱 这个就举一个例子 现在呢 我就假设我们的朋友呢 已经知道一些围棋了 我还不敢说你会下了 但是你确实知道一些围棋了 我现在就摆一个图例 稍稍抄前一点点 但是呢 稍稍抄前一点点 这也不是拔苗助长 也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呢 我想这个也是有一些好处的 你比方说上边有这样的情况 一人一个欣慰 这个强弱说不上 现在大家完全同行 说不上 那么这一代的强弱应该怎么判断呢 很简单啊 谁先动手谁强呢 先下手为强啊 就是双方位置完全一样啊 行 由于黑棋先走 假设黑棋挂这个 然后呢 白棋假设他小飞硬 在黑棋挂这个棋子的时候 我们来看上半部分 棋盘的北边 他的强弱情况怎么样呢 我们就会发现 在黑棋挂这个角的时候 尽管会下围棋之后 会下围棋之后呢 我们大家就自然而然就有结论 就挂这个角的时候 白棋怎么下呢 你就告诉我 白棋有N种下法 非常多的下法 会下围棋的人呢 会这样回答我 但是我们从围棋的原理 来认识这个问题的话 从这个角度去认识比较好 什么角度呢 强弱 在黑棋挂这个子的时候 我们就问自己 白棋 白棋什么地方弱啊 那当然是这个地方最弱啊 这一个子面临人家的威胁最弱啊 那么我就小飞硬 我先把这个子走强 而走强的这个方式呢 同时又带来利益 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去围棋的时候啊 这一点很重要 我想专门先说一说 就是你比方说我一个棋子比较弱 那么我把它加强好了 你光是加强不行 你要看怎么加强 要看怎么加强 你比方说 一堵墙修这么厚 说过这个例子的 我觉得这个堵墙薄了 那么我把它加厚 加厚多少 这个就是学问 这个就是学问生活当中 你说我这么厚的墙 我加厚的这么厚 那你这个就浪费材料了 浪费空间了 你肯定是加厚到一个合理的程度 它既强度够了 同时呢又不浪费 夏威奇也是这个道理 你看我把这个子加强了 同时呢 我这招棋还带来很多实地的利益 可不是吗 我空间扩大了 脚上快要变成实地了 边上也有影响啊 所以所以呢 这招棋叫我一方面 把我的一个弱棋加强 同时这个加强呢 还在进行经济建设 就像治理了水灾之后 这个还用水利来发电 修一个大坝 就是这样的一举多得的事情 所以这招棋是合情合理的 接下来呢 黑棋飞进角 实际上呢 那当然你说你说了那么多 如果我现在已经会下围棋的话 我就会说你 你王源说的这个也不见得对啊 这个就是简简单单一个定势嘛 说到底你用定势就把它概括了 也可以怎么说 它就是一个定势 那么下成这样之后 我们再把它往下演变 现在呢 白棋在左上角一带呢 他暂时保留了若干变化 什么变化呢 比方说白棋可以兼这个 白棋要是下这个兼呢 是随便谁都不能批评你的 这个不仅仅是马小春不能批评你 李昌浩也不能批评你 这条其实对的 吴清源也不能批评你 这条其实对的 但是呢 他也可以保留这种种的变化 我暂时不走 我的右上角呢 我又来先分你的角 这样的招法呢 我相信我们大家就是现在 你拿一个棋盘跟你一个对手 呃 大家都是初学为棋的 你们就在这呃 这个造本宣科也好 按部就班也好 就这么摆的话呢 大家也摆得来可以叫八九不离十 但实际上你仔细琢磨的话呢 他这些招法的背后都有好多道理 都很有意思的 但是呢 这个道理我就不展开多说了 现在白棋挂脚 黑棋呢 就用这个方式来加工它 加工它 白棋呢 在这个子面临加工的时候呢 白棋先这会儿回到左上角 尖 然后黑棋呢 这两个子现在变得比较弱了 如果下一招棋被白棋再加过来 这两个子就要受委屈啊 同时呢 作为要把这个定势下完的话呢 他下一招把它飞起来 这是一个定势 然后上边形成一个桥梁形的结构 这个结构呢 不是鱼形 肯定不是鱼形 这样的棋才是鱼形 在边上这个才是鱼形 当然了 这个才是鱼形 这个是我们在此之前说到过的 所以呢 它既是定势 同时呢 也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棋形结构 比较有效的 相当不错 然后白棋再点脚 回到右上角点脚 这个点脚呢 也很好解释 如果我们这个棋已经下成这样了 现在我们来评估上边这块棋啊 双方的强弱情况 我们就知道白棋这块棋呢 强 它强的意义在哪里呢 它是对于这边来说它强 它这四个棋子啊 里边已经围成一个板灯六还要拐弯的那么大一个空间 不仅仅有六目以上的时空 六目以上的时空 而且呢 铁的火棋 以现阶段来看呢 它基本上是火棋 可以说成是铁的火棋 当然了 由于它没有把那两只眼做得很铁 所以呢 将来发生了原子弹爆炸的时候呢 这块棋可能还会出问题 但是不管怎么说 以现阶段来看呢 它是相当强的 强的作用力在这边 那么黑棋这块棋呢 你说它强不强呢 我们大家在我提问的时候 就这一瞬间想一想 这结论就出来了 为什么不强啊 一二三四个棋子 而且是比较合理的 有配合的搭配 那当然强了 这个就不用说了 这边是黑棋强 这个强的辐射的作用力在哪里呢 在这一代 在这一代 好 那么右上角是黑棋站的一个新位 强不强呢 毫无疑问 强啊 它先站的有效 这个有力的地位啊 强 强 在两强当中 白棋有一个子 这个子是强还是弱啊 我们大家问一下自己 结论出来了 很明显 这个子弱啊 这个子弱啊 那么这个弱子应该怎么办呢 好 你就说 最朴实的想法 当然弱子嘛 我就赶快把腿拉起来就跑啊 这个是一种思路 这个下法呢 就这个布局来说 这个下法也不是完全不可以 这个思想呢 稍稍先进了一点 但是我还是先介绍给大家 可以说稍稍超前了一点 介绍给大家 就是这个子 是弱子 面临对方的进攻 那么我要跑 这是很朴实的想法 很朴实的想法 不错 但是呢 如果在对方比较强的情况下 我确实已经历史遗留问题 我就有一个弱子 最佳的下法应该是什么呢 落荒而逃 往往是被动的 这个叫做后有追兵 前边是这个所谓围追堵截啊 他一通穷追猛打的话 往往你是很吃亏的 这个是从 说这个道理 大家就明白 所以你这样的固子呢 是不应该跑的 不应该跑怎么办呢 能够转换就转换 怎么转换呢 点脚 这点脚就转换了 那么我再用这个图啊 说明一下 为什么孤子最好不要跑 如果对方周围都很强的话 你看这儿强 这儿强 如果周围都很强的话 那么孤子就不要逃 我画一个示意图给大家 你说我就要逃 我就不愿意让他把我吃掉 你逃 行你逃 他陪着你逃 你说我再逃 这个取证啊 是会下围棋之后 再往前迈半步 就知道这样的棋形 应该这样下 因为你说我这个棋下这儿行不行 那当然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你下几盘也可以 最后下到这个棋形 就会想着 哦 开始的时候说过 小尖这个棋形呢 是比较结实 比较坚实 但是呢 效率低 不反慢 太慢了 而且这三个子 你看 我们观察这三个子 团成这样三个子 我们都知道 夏维棋的本质 在此之前还说到过 不是吃子 不是吃对方的棋子 那么夏维棋的本质是什么呢 是要尽可能多的 为帝 要获得效率 那么我们看这三个子 放在棋盘上 有什么目数啊 你看这三个子 刚才说了 强 它的辐射力到下边 甚至它自己在 在自己的这个 卵意之下 还有这个叫做 六木以上的石地 那六木以上的石地 就已经不少了 不错了 实际上差不多可以判断为 接近十木 而这三个子呢 一木齐都没有 一木齐都没有 如果你这三个子 和人家这三个子 比较 你就知道我这个效率差太多了 你这三个子是零 目数 人家这三个子呢 是接近二十木 那这个就不得了了 如果你这三个子 跟人家相比 你是零木 人家是二十木 那另外三个子 你跟人家相比 你是五木 人家是十五木 人家多你十木 几个比较下来呢 你发现你全盘 要差几十木了 那差几十木了 那当然这个就叫做 它不给你打仗了 就用经济竞争 和平竞争的方式啊 它最后就是 国民生产总值领先 你好多就完了 你这盘期就输掉了 在世界上呢 当然你有领先的 人家落后的 也一样生活 下围棋不行 你落后你就输了 所以这个可以下几盘 这样的棋 然后你一总结一反省 你就明白了 哦对 我棋子啊 必须效率要高 我不仅 你比方说这个棋子 我要处理它 最好的结果是什么呢 我不仅要落荒而逃 同时逃跑过程当中 还要对于敌人的追兵 反咬一口 同时我自己 还要围一块根据地 如果这样最好 建立革命的根据地 这样最好 但是呢 现在达不到这个目的 好 你后来下得漂亮一点 你下到这儿来了 这个行 不错 局部来看呢 是不错的 但是呢 很遗憾 你也是在帮人家围空啊 人家这个空围得很扎实了 就有点像我们最初画了一个示意图 我们第一课画了一个示意图 在边上要为十五目旗 需要花五个旗子 肯定你还记得 就是这样的旗行呢 边上要为十五目旗呢 要花五个旗子 这五个旗子啊 活生生的一招一招 往上马 往上汉 很累的 可是现在呢 他一招一招给你交换啊 可以说他几乎叫不劳而获 他就是一招一招 跟你交换走出来的 那么他这五招旗呢 十五目已经朝外了 肯定朝外了 这数目是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十五十六十七了 十五朝外了 那么在反观 您这三个旗子 仍然是一幕旗都没有 而且呢 仍然薄弱 那怎么办呢 你继续逃 这个是最潇洒的逃法了 大踏步的溜蹭着腿的跑啊 跑完了之后呢 你真是顺便的帮人家补齐 补完了之后一看还不太好 人家还要冲击 好 你说我再潇洒一点 这个跑得更快了 那人家又跟着你跑 永远不生气的跟着你跑 你跑一招旗 一幕旗都没有 这一幕旗都没有 要把中府的旗子啊 他的能量转换成 经济利益呢 非常费劲 必须要有特殊的条件才行 而人家在边上不劳而获 跟着你跳啊 跳一招旗就有七八木旗 跳一招七八木 你呢 跳一招旗没幕 跳一招旗没幕 挤跳挤跳 高高兴兴的跳 华尔兹一跳完了之后呢 旗就输了 就输很多了 所以呢 这就是说所谓孤子勿逃 就是特别弱的旗子 或者相当弱的旗子呢 如果不是有特别的敌情 特别的需要 就不要逃 不要逃怎么办呢 要么弃子要么转换 像这个旗子呢 就可以用转换来看待 这个就是特殊构型 他的过程 当然下成这样之后 如果我们会下围棋 再稍微近半步 就会发现 哦 原来这个也是一个定势 这也是一个定势 就是心位 人家挂脚 然后二打一紧紧的夹住他 想要进攻他 这会儿呢 白旗被攻击的一方 他有一个狡猾的 轻松的 脱卸的办法 什么办法 转换 你不是想要攻击我吗 那么我这个子就给你了 我不要了 然后我顺便 借着弃掉这一个子的势头 我就把你脚上 本来是黑旗控的地方 最大限度的 从里头给你挖空 相当于你上边有你的炮楼 他下边地道给你全部打空了 就有这个下方 当然他这个也是定势 但是呢 说了这么多 好像白旗就下得很漂亮 你看弱子我就不要了 强弱 我分得很清楚 我不要了 不过呢 这也是一个定势 黑旗呢 也无 也没有任何不满意 这就是一个定势 只能说 黑旗给你出一道考题 你白旗答得很好 给你一个满分 但黑旗呢 他仍然是教授还是教授 你还是学生 就是这个意思 总之黑旗也是下得很好 没问题 这就是双方的定势 那么这个定势下完之后呢 又涉及到一个强弱问题了 这问题呢 就是刚才我给大家说了 要介绍这个强弱 要说到的 稍稍抄前一点的一个内容 就是 现在我们假设这盘旗下成这样 上面下成这样了 很漂亮 这个画面一看啊 将来我们大家如果会下围棋的话 逐渐逐渐呢 就会建立一些领悟感觉 说到领悟感觉 我说一个题外的话 有些 因为我们的这个朋友当中 有各种各样爱好的人 肯定也有喜欢球的人 比方足球啊 篮球啊 肯定 羽毛球都有 那么在这些球类运动当中呢 就有一种 一种东西叫球感 球的感觉 其实过去呢 我们也 我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事 简单说来就是 当时我年轻时候 我也打篮球 打篮球的时候呢 有一次我就抢断 抢着这个断球之后啊 我身子都没有转 立刻就往后边一扔 我们对方一个队员 他就正在快攻 他正在跑 我一扔给他 一上篮就进了 当时在围棋比赛的期间呢 打篮球是很 这个是主要的活动 那么这个球啊 就处理得很漂亮 我自己想吹嘘我自己呢 这个瞬间呢 这就是一个球感 当时有些小队员就问我 就说 王老师你怎么知道背后有他在呢 我说我感觉他在 我没有时间转身 我拿着球立刻就一扔 这个呢 是自我吹嘘一下 但实际上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感觉 随着我们大家学会下围棋 这个实战的次数稍微多一点呢 你自然就会建立起一种感觉 就一定会有感觉 那么有了这种感觉的能力 感悟的能力 就会看到 哎呀 上边黑棋这个棋型很漂亮 当然白棋也很漂亮 左上角也很结实 右上角最大限度的 在黑棋压在我头上的情况下 我把它下边掏空了 很漂亮 行 现在假设这个局面 黑棋在全盘别的地方下了一招棋 然后轮着白棋下 对上边这块阵型怎么看 这就回到我们今天要说的强弱的主题 一个是强弱的主题 还有一个呢 就涉及到一个稍稍超前一点的结论 好 现在我们来看 强弱的主题不用说 人多事重 重兵把守 肯定是黑棋强 黑棋强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黑棋的空了 就是黑棋的空了 这就是关于强弱问题的一个初级思考 然后呢 稍微超前一点的结论呢 就是真是很奇怪 这么多黑棋配合还是流线型配合的地方啊 居然它这个结构不合理 居然不合理 真是很怪 实际上这个特殊的棋型呢 也有些故事 这个定型呢 在大概五年以前 在韩国呢 非常流行 在韩国非常流行 他们直黑棋的一方经常下沉这样 结果下沉这样之后呢 经过千锤百炼 实战当中啊 反复试验之后呢 发现这个看上去合理的棋型啊 结果呢 有严重的不足 什么不足呢 人多是重 但是棋子有内耗 这个要说它有内耗就很不容易理解了 稍稍超前一点了 你说在此之前给大家说到了 你说强弱问题 这四个子强不强呢 强 是强 这个手拉着手 呃 是很强 一直在这拥挤的挤着 但是呢 内耗严重了 它内耗的程度太严重了 可是你说这个棋型有内耗 那就有点很费解了 但是呢 我也呃 无意把这个棋型的内耗呢 说得很清楚 交代给大家 呃 因为这个呢 就把结论说出来 大家有这个印象就行了 就是人多是重的地方呢 它也不见得强 根据情况 具体的结论就是白棋下一招棋只要一打入 一头扎进去 深入敌后 一打入啊 呃 不是说黑棋这个阵型就稀里哗啦 但是黑棋有那么多子 做了那么多建设的地方啊 它居然成不了多少空 也就是说 它拿白棋打入这个棋子啊 没有非常好的办法 首先它不能吃掉它 它吃不掉它 其次如果把它赶出来往外跑的话 你比方说 举个例子来说 你坚顶 你要把它赶出来让它跑的话呢 那黑棋这两边呢 当然问题也不是很大 但是你两块棋 两个定式配合中间的能量 就被白棋全部给你消耗掉了 你看你这等于是一二三 刚才是五个棋子围了十七木棋的地方 现在是一二三 四个棋子才围了大概七木棋 这边呢 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个棋子呢 围了也是六七木棋 那这个效率就不对了 所以当白棋深深打入的时候 一朝棋击中了黑棋这个棋型的要害 黑棋呢 是拿它吞又吞不下去 放它跑又不肯 左右为难 因此呢 这个棋型就是标准的 看上去很强 实际上呢 也不弱 但实际上呢 结构不是那么合理 结构不合理 那么具体的变化呢 我就不摆得很多了 因为摆得很多呢 我们初学为期的棋友呢 可能也会觉得头晕 头晕脑上 我简单的点到几个要点 就是如果你天上把它盖住 抄大飞的情况下 人家打入是一定要盖住的 或者说盖住基本上都是本手 都是不错的 如果你盖住呢 它可以有一个左右呼应的问题 它刚才这个产子呢 也可以加下去 就可以加下去 那么两者之间呢 正好有个呼应 什么样的呼应呢 你如果不足度 当然它从这又渡回去了 你比方说你要走这个 要把它这个子全部吃掉 可以 那么它又从这边渡过去了 刚才这个地方看上去 黑旗子力比较多 这一带有潜力的地方 突然之间黑旗这五个子啊 变成一个弯武的鱼形 自己没有眼位 形状也不好 还成为白旗的猎物了 那当然这个就有点受不了 因此你要阻度 你阻度的时候呢 它再把两边做一个 就像国际象棋的战术组合一样 把两边的有 这个变化有机的联系在一起 结果呢 大体上就会变成这样 它在一班 结果这个班和这个架 两个子之间黑旗进不去 最后黑旗没有办法呢 大概只好这样下 那么白旗再把它接上 下一招期它这个头一探出来不得了 这个完全是稀里哗啦 这一捅出来这个劲儿 我们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黑旗被一分为二 这个真是一刀两断 这个受不了 这个骑行裂了 这个直观上就可以有这个印象 所以黑旗必须把它连上 等你连上的时候 它现在这个子啊 从一个子开始 现在变成那么多了 星星直火燎原起来了 它可不是一飞就活了吗 接下来是你一点 它一点 你一点它挖接 然后里边一坐就活了 里边一坐就不是什么板六 就是弯四这一类的标准活旗 这个怎么活的呢 大家可以自己摆成这个旗行 自己再演练一番 那么在学维器的过程当中 也有一个这个方法的问题 就是有些旗呢 如果是有人跟你讲啊 就走这个走这个就活了 那么你可能印象不是很深刻 如果你自己再摆一摆 这个印象会更深刻一些 所以这样就活了 因此对这个旗行 我在盖要的说到 在有些看上去敌人子力多的地方 那其实不一定 它的强度不一定有达到了 我不能进去的这个程度 你看现在白旗就进去了 那么概括一下 就是说什么呢 要把它盖住 吃不掉它 左右一呼应啊 它就给你掏光了 要把它送出来呢 你左右两边效率都低了 那这个说明什么呢 当然就是说明黑旗 这个看上去漂亮 看上去重兵把守的旗行啊 实际上呢 并不是那么强 实际上结构并不合理 当然我在说到这个形成这个形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招法 涉及到的强弱问题呢 也是希望 希望这个各位能够思考一下的 能够品品味的地方 这个呢就涉及到了强弱 围棋盘上的强弱 现在我们再来看这样的问题 因为这个强弱呢 是在围棋盘上可以说是从开局到最终 也是贯穿死终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性的问题 所以呢 对这个问题呢 专门把它提出来 希望我们大家 在从学围棋开始啊 就一直要有这样的 思想上要记住这个原则 我重复一下 第一大原则就是围棋是大小 大小 第二个原则呢 当然就是生死 就是活棋 或者死棋 第三个呢 就是强弱 强或者弱 如果你下的合理的话 敌人的后事 你就 敌人强的地方 你就近而远之 那么敌人弱的地方呢 我就想办法欺负他 威胁他 从中得力 如果能这样思考的话呢 第一个是学围棋 我觉得容易学会 第二个呢 就是学会了之后 像我们到现在为止一直在强调的 学会了之后可以站在一个高点 在下棋的时候 本来就一学会了就变成高手 我希望达到这样的目的 下面我们看看这样的情况 比方说黑棋走这个 白棋走这个 黑棋走这个 白棋走这个 然后下一张黑棋走成三连星 这个三连星呢 在围棋的这个布局的格式当中呢 在布局的招法和套路当中呢 是非常有名的一种 当然这种很直观的印象 就是黑棋 哎呦 这个规模 有点到线到面 越来越大了 你看有点啊到线啊 逐渐往哪边发展到面啊 越来越大 这个发展的势头啊 好像是 很气势磅礴的样子 很著名的一个阵型 那么接下来呢 别的就不说了 白棋下一招想要限制黑棋的发展 因为黑棋先走一招啊 先行一招有先行之力啊 所以白棋呢 往往是略微落后一点 他要想办法 使黑棋的前进步伐不要那么快 不要把我这个差距拉那么大 虽然下到最终 黑棋要还 三右四分之三子要还给黑棋 就相当于脚上这么大的地方 相当于地图上一个小岛 那么大的地方呢 要还给白棋 在计算胜负的时候 这个数量呢 有多大呢 就是三右四分之三子 你看这一个交叉点吧 就叫一个一幕 同时呢 在中国规则当中 这一幕就等于是一子 就是一子 它是等值的 我们所说的一个真眼 一个眼位 你看 这儿就是一幕棋 也可以说是一个眼 也可以说是一口真气 也可以说是一个子 那么三右四分之三子呢 就是要还这么多的地方 三个子 加上这个子的四分之三那么多 那么这个涉及到一些 为其规则的事 不在我们今天要说的话题范围之内 总之给大家简单提到 所以呢 白棋呢 就要限 想方设法 一般来说 要想方设法限制黑棋的发展 让它不能发展的太快 你比方说 你白棋这样 那这个就不得了了 黑棋这个发展势头就太快了 你说你这样 黑棋又这样发展 我这个又是示意图了 随意夸张 你再把它连在一起 这个发展势头太大 这个 它每一年的经济增长率 是20%以上了 你这个受不了 它太快了 那么当然了 这个它的邻国就太压抑了 所以呢 白棋要想方设法 一般来说 要限制它的发展 而且呢 行棋要合理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 涉及到 这个要限制它的选择 方位的选择 把它定两个点 哪两个点呢 第一个是这个点 限制它往这边发展 第二个点呢 当然有些 这个棋友 知道了 下围棋是分大小 那么看见敌人 要成大空的时候 心里是着急的 这个叫空啊 要成大空的时候 着急啊 所以呢 他也想深入敌后 他说 根据我们所知道的 强弱原则 现在我知道第一条 三连心这个步阵 它是强的 为什么强呢 敌人有三个子呢 重兵把守啊 三个子啊 这个一个子 就是重兵啊 不要以为非要 铜枪铁壁才是重兵 呃 这个不要 呃 从一开始学起来 就不要有这种错觉 不要以为非要这样 才是重兵把守 他有了三个子 占据战略药金 他就是重兵把守 好 我知道你三连心 重兵把守 但是呢 我再一仔细一透视 我发现你没有那么强啊 你比方说 我走这个 你能把我吃掉吗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 我走这个能吃掉吗 他自己给自己提了这个问题 然后呢 再说白棋走这个 那么现在我们的主题 就是说什么呢 白棋究竟是走这个好呢 还是走这个好 这个问题呢 由此来接触到棋子的强弱 这么一个主题 那么哪一个好呢 当然了 如果你把这个线条 看得清楚一点 理论是很简单的 很显然这招棋不对啊 你同样是要限制他的发展 你当然是从这边去好啊 为什么呢 他强啊 我这个子离他稍微远一点 和这个相比 还有呢 我这个子在限制他发展的同时 还有可能成为我自己发展的前沿阵地呢 你比方说 照着最基本的定时发展 你是走这个 我再拆回去 可不是吗 我也具备发展了 我在限制你的同时 我也具备发展了 那么你就说我就走这个 你也吃不掉我 是 但是呢 这道棋 我们从强弱角度来说呢 先给他 先判一个无期徒刑再说 就是他肯定是无理的 他虽然能破坏黑棋 限制黑棋在这一代成空 但是他付出的代价巨大 什么样的代价呢 先说他无理 什么无理呢 人家三个子的内侧 你去的话 现阶段是不对的 肯定是不对的 这就违背了强弱 就按照强弱的原则 行其的这么一种规律 你比方说他走这个 那么你说我要藏起来 这个也是在脚上和边上啊 不是定式的一种定式 就是不让他进脚 肩顶 肩顶 那他必须藏起来 不能被你唬住 然后你再追着他跑 然后他在想办法 在有限的空间里边 看能不能做出折腾出一个眼位啊 半个眼位啊 为自己做活创造一点条件 这是他的 他内心是这么想的 这个招法的背后是这样的思想 即使在很狭窄的空间里边做活了 我们都知道这个做活叫什么呢 叫活着 叫活着 而不是生活 生活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这个才叫生活 这个才叫丰富多彩的生活 生活的范围很宽泛 很大 又可以看见森林 又可以看见河流 这个才是生活 他光想着苟且偷生 这叫活着 那违背了我们 我们在第二堂课的时候 讲到了围棋子的死活问题啊 就涉及到了这个 这个话题 就围棋子呢 也不是为了活着而放在棋盘上 好了 这个就不管他了 那么黑棋继续追赶 收他的根 不要让他活得那么舒服 白棋必须要逃 逃的应该说还比较潇洒 大差不多的前进 好了 黑棋再从上边顺着他一跑 这样的图形呢 那如果把这个意思说出来呢 大家就理解了 白棋虽然破了这一块 他还没有破到这一块 破坏了这一块 这是白棋的收获 他收获就是破坏了这一块 但是呢 黑棋的这块空呢 实际上很自然的就搬到这来了 他这块要存空的可能性啊 很自然的就搬到这来了 所以白棋在这破了半天了 人家搬到这来了 你等于没破 那么就好像是正负相抵啊 正负相抵啊 他破坏了人家搬到这来了嘛 黑棋也没失去什么 白棋呢 也没什么 我也把你这破了 但是不仅如此 不仅如此是什么呢 黑棋这个发展方向呢 这个发展方向啊 他顺便破坏了 刚才我们所描绘的白棋 可能在这一线 有可能大展宏图的地方 破坏了 变成严谨地了 甚至可能变成黑棋 要发展的地方了 黑棋的绿洲啊 所以这个白棋叫得不偿失 第一个 白棋很早就进入到 黑棋的势力范围之内 狭小的空间里去 想要破坏敌人 结果呢 他是违反了棋理的 违反了强弱行棋原则的 从这个大的方向上 就知道他违反棋理了 违反这个强弱原则了 从具体的变化来看 得不偿失 破坏了这个 人家把更多的好地方都修起来 所以呢 白棋就应该走这个 白棋就应该走这个 这就是这个地方啊 简简单单几招其他 或者是简简单单两个选点的比较 他所带来的一些 涉及到强弱的一些基本的道理 实际上呢 在围棋盘上呢 这样的道理 我们初学围棋的时候啊 都很多的 我再给大家 举一个例子 或者这么说吧 在下棋的时候 刚才说到了 弱棋 强棋应该怎么看待 敌人的强棋 我离他远点 那么我自己的强棋呢 他有很强的能量 一定要让他发挥作用 你比方说 假设我们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虽然几乎是 要生硬的出这个棋型的可能性很小 假设出现了这个棋型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无论是右下角还是左上角 那么黑棋要行棋的时候呢 简直是一下就要到这 简直是第二下一下就要到这 然后呢 上边这一线 由于这个地方太强了 太强了 太厚了 厚也是一个术语 那么这一代基本上 就要变成黑棋的空了 或者说白棋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兴趣去破坏它 因为破坏它也可能不得 也可能反而亏 所以他如果强 他就可以把这个进军的速度推得很快 可以把自己的影响力啊设计到很远的地方 这样的道理呢 相信 大家要是想一想 这个很好沟通很好交流的 想一想现在国际上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它的强弱就可以理解了 在围棋盘上也是这样的 那么 如果它很强 它就可以 把它的影响力施加到非常远的地方 当然如果它弱呢 它就要这个事故就要取和 就自己的棋如果很孤单的话 就要想办法平和 就要稳定 或者是退缩 退避三社 有的时候 这些道理呢都比较好理解 下面呢还是用这个棋力来做一个说明 用棋力 现在呢我们还是看这么一个棋力 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嗯 从直观上来看也很好看的 故且说黑棋第一招走这样 白棋走这个 这个我们大家都可以学会了 反正嗯 照着摆都可以 然后随着歧视的这个进程啊 逐渐逐渐体会到更多的东西 面临更多的问题 呃 体会更多的东西 呃 那么布局这几招呢 我们大家都会摆 照着摆都可以 除了三连星还有别的布局 这个是就很多了 但是呢 无论你在这个学期的过程当中 一步一步往前迈 进入中盘之后 有点不会下了 但是呢 我还是想说 如果你确实知道 有这三条原则的话 这个棋就比较好下 就你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逐渐逐渐 你就可以把一盘棋下完 就可以下完 哪三条原则呢 就是刚才说的 第一个大小 我永远在棋盘上 找那种看上去大的地方 什么地方大呢 空旷的地方大 直观效果上 看上去范围大的地方大 我永远在找大的地方 小的地方我不走 团成一团的棋 我不走 我尽量不走 比方说这样的棋 我已经走成 举个例子来说 我已经走成这样了 那我很早我还走 这些我不走 小地方我不走 我就走大的 大小 最重要的原则 最本质 围棋的最大的本质 就是大小 然后呢 死活 我注意一下死活的问题 哦 我这个板灯六是不是假的 能不能把它做活啊 或者我这个直三 必须我先走才行啊 敌人走我就死了 哎 死活的问题再注意 然后呢 强弱 然后再强弱 强的 敌人强的地方 我离他远点 敌人弱的地方 我欺负他 我获得我的利益 我威胁他 啊 敌人弱的地方 我就威胁他 给他签订不平等的条约 对我有利 对他不利的 下围棋盘上的故事 就是这样 好 这样推移下去呢 你自然而然 我相信 我们大家照着这个方式来下棋 那自然而然你就 就不仅学会了 而且学到的东西也多了 现在我们来看 这样一个开局 假设这样的一个开局 白棋下一招呢 可以说下得很对 分角 那么黑棋现在全盘 当然他可以照着 有一位著名的棋手 叫武功正术 他的棋风非常特别 就是高举高打 这续盘阶段尤其漂亮 他也下过四连心 下这个 下这个也有的 不是这个地方做成大模样 就是这儿或者就是这儿 甚至影响到中府 但是呢 这个不是唯一的一手 如果从强弱角度来说 在白棋挂过来的时候 黑棋三连心总体很强 但是这一道大低 把它想象成一道大低 这道大低 什么地方相对比较弱呢 如果提这个问题的话 结论很清楚 肯定不是这个字弱 他周围还没有敌人呢 那当然是这个字相对弱 实际上他也比白棋强 但是和这个子比起来 和这个子比起来 这个子相对弱 所以他先把自己走好 当你要把这个弱子走强的时候 他再来占据下边的四连心 也很合情合理 是简单的下法 但是也非常合情合理 所以黑棋现在下了这招 我们来看一下 白棋呢 有一个新的下法 就是把一个很孤单的子 暂时不顾 因为局部他最弱 局部他最弱 从全局来说呢 不一定 因为全局空旷的地方很多啊 所以白棋下一招来挂这个 他也来挂这个 黑棋一看呢 这个合情合理 他说我不变应万变 我还是先把我这个子走强 下一步我看你怎么表演 反正你这个子也弱 这个子也弱 你首尾不能兼顾 总有一个子要受到我的欺负 这个态度也很对啊 然后先把这个门啊 守得比较的好 守得比较好 白棋呢 下一招把这个拆回去 然后黑棋呢 要攻击这一个子 要进攻这一个子 进攻的方式 当然有很多加攻的方式 他想的呢 最理想的一个方式呢 就是我无论怎么加攻 你都可能点脚 转换 你要狡猾的 像泥球一样 我一逮你你就溜 不行 那么我先收根 不让你就地求活 不让你转换 在这一般的刑期惯性 白棋应该尝 尝完了之后呢 他再加攻 这样就有劲了 立刻续盘阶段 黑棋就确立了主动的地位 追着你这两个子做文章啊 战火烧到中府 烧到全局啊 黑棋在中府的制空权呢 将会影响到全局的 将来下棋双方的动作 好 这后白棋呢 又很狡猾 他局部他又要滑过 他说我走这个 如果你不理呢 我下一招再把这个头探起来 这又是很漂亮的 立二拆三 这是以后要说到的一个术语 立二拆三的形状又很漂亮啊 那么这一点太大了 所以黑棋一定要搬这个 黑棋这一般呢 这个地方简直就是 顾若金汤啊 而且呢 变成实地了 这个局部就非常强壮 好 下成这样 然后呢 白棋在左边一带 他也做成三连心 这画面呢 就非常直接 这个 而且每一招呢 一招一拾啊 他的背后呢 都还有很多有趣的道理 希望我 这个我们的棋友呢 好好琢磨一下 很有意思 那么以此作为一个 提例来感受一下强弱的问题呢 有几点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个直观印象 直观印象一看呢 黑棋先走这盘棋 黑棋先走 下成这样之后呢 一看不对 黑棋控制的范围啊 太窄了 怎么他被 被压到这个右边啊 很靠边的这一带了 而白棋左边呢 这是广阔天地啊 这是半壁河山以上啊 第一看 第一杆一看 有这样的印象 哎呦 白棋布局成功了 怎么像变魔术似的 他后走一手 还把三连星做成了 这边也占到了 这边也占到了 哎 第一感受这个印象 但是呢 还要仔细分析 要看强弱 我先说结论 这个结论就是下成这样的 全国一盘棋 双方很合理的一盘棋 先说这个结论 然后我们再继续分析 再观察 就会发现呢 虽然白棋啊 是大踏步的进军 但是呢 他有些部队的攻击线 有点问题 你看黑棋这特别强 特别强 可不是吗 四大一 而且是非常合理的棋型啊 没有说出现鱼型 你比如说 你出现这样的棋型 这令人发笑的棋型 没有啊 他每一个子 效率都不错啊 这个很强 白棋的这个棋子啊 虽然是看上去很漂亮 完成了外围阵地的 这个布置式的 可是呢 他供给线有问题 尤其是他面对着黑棋的 这个虽然不算铜墙铁壁吧 但是非常强势的攻势 在这样的阵型面前 白棋这个子呢 实际上是很弱的 是很弱的 下一招棋 只要黑棋从这一线 一割打进去 好 那么这个白棋这个阵式呢 就双方就要较劲了 就要看怎么处理了 总之这个子就要受到影响 那么 像这一点的悬点 和透视这个图形 这个背后呢 我想就是我们运用 我们已知的 强弱的知识的一个 最好的使用的地方 你看就这个子最弱啊 我就走这个 反正从这一线进去就挺好的 只要把你隔开就很好 而如果从这一线进去的话呢 黑棋这个刑棋的方向感就不对了 他就没有找出敌人最弱的地方 予以打击 同样的道理 如果将来这一代的战斗下完了 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 什么事都可能出现 那么如果白棋必须要遭手 破坏黑棋右边的三连星的正式 他必须要去破坏他 那么合理的选点呢 基本上有两个 一个是这个 三线打入这个 一个是三线打入这个 我已经做出了AB两个点 请你们选择 运用我们大家所具有的强弱的知识 你说应该走这个还是走这个呢 那么我问完这个问题之后 大家一定就在想了 结论就很简单 根据强弱来分析呢 虽然都是敌人很多的地方呢 但是敌人的正规军 野战军 装甲师在这儿 那我当然就要离他远一点 我就下这儿才是合理的 那么这个呢 又是我们认识的 围棋的强弱问题之后呢 如果真的接触了这些知识 同时有一定的认识 最终在掌握了 那么你行其就比较自如了 这个自如还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打入了这个子之后 我还不一定非要把这个子拉起来跑 我还不一定要要它 根据情况再来做决定 当然这个过程还涉及到死活 比方说他天上震过来之后 我在边上怎么样做活 把他折腾活了 在敌人的这个外势下边 给他挖空 挖地道 地道站 怎么样把他做活了 这个又涉及到别的问题 那么这个呢 我不可能给大家画很多的这个 续盘阶段的图 或者中盘阶段的图 来说明这个强弱 但是希望以这些示意图 他的每一招 他背后或者每一个阵型 他的内部 这个地理条件究竟是怎么回事 通过这些透视能力的培养和建立呢 相信我们大家对强弱问题呢 就有一个更深的认识了 而如果对强弱问题又有很 已经建立 可以建立很深的认识的话 加上在此之前知道的死活 死活下围棋 一个棋子放在棋盘上 不仅仅是为了活着 而是为了活得更好 这个日子要过得很好 追求美好的生活 再加上在此之前 我们了解的围棋的本质 我们很清楚 什么呢 就是真大小 我们就能够熟练的运用 包括什么舍小就大了 小的我就不要了 还有棋子这个 精华已尽多堪弃 有些棋子啊 看起来棋子很多 但是呢 他精华已尽了 七个字我可以弃掉 十个字我也可以弃掉 那么有些棋子呢 这个劳役攸关少一图 如果只有一个棋子 但是他确实在要金这个位置上 就像两军打仗 这个山头 必须要争的 那一个子我也要要 一个我们的士兵也要救回来 能够这样的话 那这个围棋就 绝不仅仅是学会的问题 就一定是下得很好的问题 以后的前景就更好了 如果围棋又学会了 又下得很好了 那么从这个盘上 可以挖掘出非常多非常多 有趣的故事 那真是从军事到经济 还到外交到环保 方方面面的知识呢 都我不是说特别必然的联系 都搭得上边 都非常有趣 把围棋定位为一个游戏的话呢 我个人认为 可以说是最好玩的游戏 好 今天我们关于强弱的问题呢 就先给大家说到这里 那么有了 掌握了强弱大小死活 好 我们大家一定就相当不错了 接下去呢 我还会给大家说一些盘上的 就围棋盘上的更多的一些 没有办法 这个专门立项说的很仔细的 但是必须必须要提到的 方方面面的好多知识 其中包括什么呢 包括节征这个状态 包括收官 这是围棋的一大学问 但是说的 你说它是一大学问 好像对我们初学围棋的人来说 有压抑感 因为你把围棋说的太深奥的 就不好学了 其实非常好学的 还包括先后手 还包括一些简单的名词的解释 一些很有趣的名词的解释 等等等等 知道这些之后呢 我相信最终我们大家就 确实可以拿起棋子 在棋盘上拍下一招了 好 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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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